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令把刘、杨两人带下后审 包如天回到书房 再三思寸 杨金贵藏了姐姐来明渊请礼 不合请礼 说刘如贵杀妻告状 也无证据 要知真伪 还应去刘家查访一番 第二天 包如天便带了两个差异 来到刘如贵家 刘的母亲听说县老爷前来 赶紧跪下迎接 不待包如天发问 便数落起媳妇的不是来 她一说媳妇既缠又懒 二说媳妇风骚 三则怪自己为儿子娶了个不贤惠的女子 愧对子孙 包如天听刘母 牢牢叨叨叨说了半天 问道 你说你儿媳不真 有何证据 刘母答道 杨雪岚嫁我儿子刘如贵之前 原是李源外的童养媳 李源外儿子是个白痴 这公共乃好色之徒 与杨雪岚有了苟且之事 后来杨雪岚又与李源外的侄子 李三姑发生奸情 包如天问道 这些事你如何得知 又有何人作证 刘母叹口气 说 这些都是杨雪岚与我儿刘如贵 新婚之夜的枕上之言 婚后第二天晚上 刘如贵急向我哭诉了 关于刘七杨雪岚的为人 包如天从其他村民口中 得到证实 其人确实风骚 但包如天细想刘母之言 觉得不对劲 夫妇枕上之言 不可全信 况且李三姑早就外出他乡 李源外又已定雇 此案还需细查 包如天转头去葛金中家查访 葛金中的母亲向她诉说 葛金中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赖 杨雪岚失踪那天晚上 她在外堵了个通宵 哪有什么深夜小姐 听杨氏喊救命之事 这说明葛金中做的是伪证 包如天从葛金中家出来 脑子里一直在翻腾着 葛金中为什么要做伪证 就在回雅图中 本地大财助杨健生 向她报告了一件事 说今早 她在浅河滩发现一具护体 包如天立即带人去验尸 一看那尸体的衣服 是杨雪岚的 但尸体腐烂得面目难分 而且从谷歌来看 是一男子 这引起包如天的怀疑 她暗暗在想 杨氏失踪才三天 其实岂能腐烂到如此程度 内中必有隐情 案情越发地复杂 过了半个月 案子也没告破 反而惊动了总督大人索俄兰 这位总督 竟委任她的门声广计县令柳同仁前来破案 年轻气盛的柳同仁是麻成人 他到任三天 就宣布杨健生所说的那具尸体 是杨氏无疑 并且 上报总督说包如天壁案犯刘如贵 总督一听 立即命柳同仁严加审问 柳同仁立即升堂 传刘如贵上堂 柳同仁大声呵斥道 大胆刁民 谋杀妻子 还要抵赖 看来不用大行 你是不肯招供 当下命差一先打了刘如贵五十大板 打得刘如贵皮开肉战 只是大喊冤枉 昏死多次 在惨教中承认自己杀了杨氏 柳同仁取了口供 得意非凡 又借此摻了一本 把包如天就地免职 他连夜将此案写成案卷 准备禀报上去 以此表公 不料 他的表公 本刚写好麻城县一个姓朱的乡身跑来报案 说那浅河滩上的尸体 是他的仆人 这仆人是与人独酒 失足淹死的 柳同仁闻报 大吃一惊 他怕宣扬出去 于己不利 就又把刘如贵提上堂来 施用酷刑 逼他说出杨氏尸体埋在何处 刘如贵经过几次酷刑折磨 早已神经失常 一天用刑 吓得信口胡说 柳同仁就命差役 按刘如贵乱指的地方掘土挖尸 一连掘了十几处 踪影全无 这下却恼了几个差役 因此在用刑时更下狠力 把个刘如贵打得死去活来 刘如贵的母亲听到儿子受此酷刑 心都碎了 他便不顾一切地来到衙门 说他知道杨氏尸体的埋藏之处 柳同仁立即命差一根刘母去挖掘 果然挖得一具女尸 虽面目腐烂 但衣裙都是杨雪兰生前所穿 这样 这个案子算了结了 于是 柳同仁判刘如贵死刑 包如天革职为民 柳同仁因办此案 决断有功 得到了总督的家奖 可是 麻城县老百姓 却为刘如贵遭此冤屈 愤愤不平 且说包如天被革职回到家中 他的妻子胡适埋怨说 你是个欺品芝麻官 办案何必这般认真 包如天摇摇头说 我觉得此案破得蹊跷 刘如贵并非硬汉 她既招供 却又供出杨诗之处都是假的 而刘母倒说出真的 胡适听了沉默不语 后来她见包如天仍在苦苦思索 便压低声音说 刘母因不忍心而自受此酷刑 便来求我一同从城西一孤坟处爬出一具女尸 给她穿上杨氏生前衣服 才了解此案 包如天听了 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 说 你们做的好事 胡适说 这也是刘母再三苦求于我 我也担心你受牵连 不得已而为之 她见包如天想去翻案 便说 你要翻案 官府若问起杨氏的尸体 你仍不知 岂不要坐牢 那个刘如贵岂不因此会被活活打死 包如天听了 顿时陷入沉思 第二天早晨 包如天去葛金中家 赵母开门见到被葛指的包如天 十分愧疚 连说罪过 包如天开口就问葛金中哪去了 赵母叹口气说 爱 这逆子跟着杨健生去玩赌一几日未归 包如天叹口气说 不学好的后生也多 只要不去害人 您也不必忧心 谁知这一劝导劝得赵母热泪夺况而出 包如天见赵母流泪 便笑笑说 你莫难过 让我说段故事给你听听 包如天讲了一段 明末大臣红成仇 详亲后去接母亲荣归的故事 包如天说 红母说红成仇便捷详亲如同禽兽 即使做了高官 也是一臭万年 自己宁可孤单一人 也不愿和儿子一起生活 包如天讲完这个故事 常叹一声说红母虽是一妇人 却申明大义 不肯与儿子合流同乌 真是天下贤母啊 葛金钟母亲听到这里 再也忍不住了 她突然双膝跪在包如天面前 说 葛金钟有罪 我也有罪 包如天赶紧把她扶起 连忙为原因 赵母这才说出 葛金钟诬告刘如贵杀妻 袁寿阳建生指使 并因此得了五十两银子 包如天又问 杨氏可在杨建生家里 赵母沉默了一会儿 说 我听到儿说 杨建生因见杨氏美貌 便把她藏在家里家墙里 然后唆使杨金贵去衙门告状 包如天听了大喜过望 她当即向赵母拜了三拜 告辞回到家里 把赵母讲的事儿告诉了胡适 说 我明儿就要去衙门告状 胡适一听 连连摆手 说 你们说杨建生藏了杨氏 倘若官府去查 杨建生得知风生 暗中把杨氏转移 或把杨氏害了 这案子起步仍是个悬案 这句话提醒了包如天 他想到明天就是圣旨到达的日子 如果不把杨氏找到 刘如贵不就成了刀下冤鬼 这一晚他急得连连搓手 一夜未睡到了第二日 包如天赶到县衙门前 过了一个时辰 只见新来传达圣旨的巡抚左宗人的轿子远远而来 包如天不顾一切冲到达前拦叫冥冤 左宗人见有人竟敢拦叫喊烟 大声喝道 有何冤枉 何故不去衙门告状 包如天不慌不忙说 此案关系到大人的声誉 顾小人只得斗胆拦叫喊烟 左宗人愣了一愣 便命他从头讲来 包如天说 这里不是讲话之处 容小人随大人回府再详细禀告 左宗人得知包如天是刚被革职的直线 便传令带他回府 包如天跟随左宗人到了府中 把刘如贵的冤案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然后郑瑟说道 大人今日来麻城宣读圣旨 如把刘如贵驱斩了 麻城百姓岂不说大人糊涂 左宗人说 果然如此 本大人今日命人去杨剑生家搜拿杨氏 包如天忙摇手说 使不得 杨剑生是麻城一霸 表面恭顺 内心险恶 他若听到风声 对杨氏下了毒手 这不又多死了一条人命 依你之见呢 包如天压低声音 说出了一条妙计 当天下午 杨剑生正在屋中与杨雪兰调笑 呼听仆人来报 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要见她 杨剑生一听是年轻女子 即刻洒下杨氏 出来一看 那女子生得月貌花容 姿色在杨雪兰之上 她立即笑嘻嘻地问道 小娘子何事见教 那女子还未开口 就先流眼泪说 有人逼小女子为娼 我岂肯受辱 听说杨老爷是麻城的大好人 顾冒昧来头 万起收纳 杨剑生心中安喜 又目光把那女子 上上下下打亮了一番 故意叹口气 说 我有心收留了你 又怕遭来祸事 我若不收留你 又于心不忍 罢了 你暂且在我家住下 那女子听了 便招杨剑生跪下 杨剑生趁着扶那女子 用手在那女子的一双 又白又嫩的手上 捏了一把 正在这时 呼听仆人又来报饼 说外面来了几个 追查女子的差异 杨剑生意识到有点着慌 那女子连声恳求 杨剑生救命仆人 把她带到杨氏房中 自己迎出门去 那几个麻城县的差异 见了杨剑生 就说他们是来捉拿一个青龙女子 杨剑生听了哈哈大笑 说 我岂会私藏一个青龙女子 我与你们老爷相熟 我如见了一定会送到县衙的 那几个差异听了 还在东看西桥不肯走 杨剑生以为他们想敲竹杠 便命仆人包了两包白银 请他们收下 正在这时 那个女子却突然跑了出来 对几个差异喊道 在西房里呢 几个差异一听 静止进入西房 不一会儿 把失踪了许久的杨氏带了出来 杨剑生见差异 把杨氏带了出来 一时慌了手脚 连声问道 你们不是要抓青龙女子吗 为首的一个差异笑笑说 杨剑生 你也该和我们走一遭了 说完 便用锁链把杨剑生铐上 一起带走 拆一把杨剑生和杨氏 带到麻城县衙门 左宗人立即声唐审问 杨剑生和杨氏先不肯招供 带拆一把刘如贵带上堂来 杨氏见丈夫被折磨得 像个疯子一般 这才泪如泉友 招出自己从刘家出来 半路上遇到大雨 便去杨家躲雨 被杨剑生骗到内房 发生了奸情 后来杨剑生又骗他 说刘如贵已投奔他乡 他万万没有想到 会由此净差点害了几条人命 左宗人当堂审定 将杨剑生问斩 葛金中诬告冲军 杨金贵 杨雪兰各打二十大板 杨雪兰由刘如贵领回 包如天官赴原职 过了三天 刘母带了刘如贵来谢包如天 包如天却连连摇头 说不必谢我 只有一件事 请你们照我说的去做 可保日后太平 刘家母子盲问何事 包如天说 刘如贵老实厚道 杨氏轻浮风骚 日后夫妇度日 还会生事 你们不如放他离去 刘家母子连声称谢 点头此去 包如天回到家 对妻子胡适 说 此案虽解 可柳同仁受惠于杨剑生 酷刑逼供 却扬朝而去 总督索俄兰偏听偏信 岂无罪责 杨剑生等人虽然伏法 只是城下不城上 百姓岂能拍手称快 过了几日 包如天辞官而去 从此 无人知晓他的去处 可是 在麻城县百姓的心目中 却永远留下了包如天 这个围观轻正的形象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